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需要一系列的康复才能达到比较好的療法 我们广东省中医院骨三科和康复科的团队 做了一条康复的示法 让大家回家进行康复断言 钟摆运动 好手手臂插在桌面 向前弯腰大概90度 做手术的手臂自然放松垂下 靠身体前后左右摆动来带动肩关节 做小范围的滑圈运动 动作要点在于靠身体的活动来带动肩部活动 肩部没有主动的用力 常见错误动作是手术的肩部主动用力大幅度的转动 这个动作每次持续摆动15-30秒 每日5-10次 或者根据疼痛情况加减 注意不要做到明显疼痛 做小范围的節奏 不要说好 动和筋骨肉 速尾 chapter 令筋骨头非常身体 停留1-2秒 再向下慢慢沉肩 在最低點停留1-2秒 最後放鬆肩回到起始為止 整個練習過程中 仔細體會肩部在每個高度的感覺 也就是高中低的感覺 練習肩甲骨的為止感 這個動作5-10次為1組 每日3-5組 桌面肩部被動前屈練習 面對相對光滑的桌面坐下 好手握住手術那邊的手 把雙手放在桌面 可以在手和桌面之間 增加一條毛巾或紙巾滑動 用好手法力帶動手術那邊的手 伸直手臂 慢慢向前彎腰 好手帶動手術那邊的手向前伸 做肩部前屈練習 做到肩膀覺得微痛的位置 維持2-3秒 然後慢慢還原 手術後6週以內 前屈角度不超過90度 這個動作5-10次為1組 每日3-5組 或者根據疼痛情況適當加減 桌面肩部被動外展練習 手術那邊的肩膀 靠近桌面側身坐下 把手術那邊的手臂放在桌面 可以在手和桌面之間 墊一條毛巾或紙巾增加滑動 伸直手臂的同時 慢慢向桌面傾斜身體 側彎腰部 靠上身的力量令手部 慢慢在桌面上滑動 遠離身體 做肩部被動外展練習 做到肩膀覺得微痛的位置 可以維持2-3秒 然後慢慢還原 手術下6周以外展角度不超過90度 這個動作5-10次為1組 每日3-5組 或者根據疼痛情況適當加減 手術後6個星期之內 被動外展的角度 可以超過90度 也就是說 這個角度 要是90度之內 可以超過90度 如果手再向外伸 就已經過了90度 在6個星期之內 是不適合的 桌面肩部前屈練習 這個動作會用到圓柱狀物體 例如拋木軸 或者粗一點木棍 面向桌面坐下 拋木軸橫放在桌面 將手術那邊的手放在拋木軸上面 伸直手臂 慢慢向前彎腰 手臂在拋木軸上面滾動 令手臂盡量前伸 做肩部主動前屈練習 在肩膀覺得微痛的位置 維持2-3秒 然後慢慢還原 這個動作10-15次為一組 每天3-5組 桌面肩部主動外展練習 這個動作會用到圓柱狀物體 例如拋木軸 或者粗一點木棍 側身對著桌面坐下 手術那邊的肩膀靠近桌面 將手術那邊的手放在拋木軸上面 伸直手臂的同時 慢慢向桌面傾斜身體 側彎腰部 令手臂在拋木軸上面滾動 遠離身體 做肩部主動外展練習 在肩膀覺得微痛的位置 維持2-3秒 然後慢慢還原 這個動作10-15次為一組 每天3-5組 肩部外旋練習 站在這裡 兩邊肩膀自然垂低 兩邊手術貼近身體 在手術那邊的手術和身體之間夾一條毛巾 手臂彎曲90度 雙手水平握著木棍 或者長頂雨傘 耳差 手術那邊的肩膀做主動外旋 拉動木棍令好手一起做旋轉動作 正確動作要點是肩關節做了旋轉活動 手術沒有明顯偏離身體 錯誤動作是肩關節做了外展活動 手術明顯偏離身體 這個動作10-15次為一組 每天3-5組 外旋拉伸練習 面向直角場面站著 離牆大概手腕到手肘那麼長的距離 手術那邊的肩膀和長直角對齊 手臂彎曲 用手水平扶著長角 保持手臂相對穩定 身體向好手那邊慢慢旋轉到極限 維持5-10秒 做手術那邊的肩膀外旋拉伸練習 正確動作要點是靠身體旋轉做拉伸 手肘和身體之間的距離 變化不明顯 而且拉伸充分 在中末端有緊張或微痛感 錯誤動作是身體旋轉時 肩膀都明顯外展 令手肘明顯偏離身體 拉伸不充分 這個動作10-15次為一組 每天3-5組 後背拉伸練習 後背拉伸練習 這動作10-15次為一組 每天3-5組 治療師 以上是我們康復醫生和麥利治療師為大家做一組 正確的示範 大家跟著這個節奏去做就行了 最後祝大家早日康復